不要走 学生一个个接种流感疫苗 老师当然也不例外 一起打一起提升保护力 不过在台中有老师听到要打高端 急跳脚 说到老师对我们的陈情 晚上才紧急收到通知说 我们只能有高端的疫苗可以施打 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惶恐 爸妈会怕是高端 她就说看是什么疫苗 如果不是高端就可以打 就是不想打高端 台中市卫生局紧急调拨赛诺飞 可以到学校帮老师接种 更宣布高端不进校园 扩大为师生都适用 市长高端不入校 接种政策没有改变 卫生局昨日一启动 紧急调度机制 不只台中 台北市也是高端不进校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就在脸书按批这些直辖市长 说倾听民意是最基本的 净特定品牌流感疫苗入校园 到底这流感疫苗 有什么科学上的问题 拿学童当政治操作的工具 令人遗憾 老师的品牌的选择 有他自己的权利 中央护航高端 不满地方禁止高端入校政策 但王毕胜此举 也形同忽略 不想打高端的师生 打疫苗厂牌选择 本来就是自由意愿 民众不禁想问 就是不想打高端 你又能怎样 记者韩志祺 王上涵台中 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